今天開始節目之前要提醒大家 就是曼聯和曼城都分別成功在竹種杯那裏進倒級 也就是說會搞到3月那一場就是曼徹斯特同城大戰要改期 有機會就不會再是星期六的組場那裏上演 也就是說很大機會就會令到3月我們沒有妄罪 也就是說大家如果想把握機會參加小弟的網聚 就要把握2月的機會 就是2月24號雙雄會 禮拜日晚的大戰 記得歡迎那麼多位出席 任何球迷都可以出席 當然尤其是曼聯和利物浦球迷就要留意 就是片下底的詳情就會有個方法教大家 如何去參加這一次的網聚 有個網上的報名表格 就讓大家按進去就是報名的 記得要在22號之前 就是這個報名才會有優惠 留意一下吧 好,來到這裏就是講回這場 昨天晚上深夜進行的足總盃大戰 車路士主場對曼聯 其實一開始打了一會兒 我已經發現整件事和我的預測 有很大的落差、很大的分別 本來我認為曼聯打巴黎的歐聯 激戰這個激烈的程度 是會遠遠大過 車路士在歐霸打馬毛的程度 況且車路士其實打馬毛有輪換過 所以我預測的時候就說 車路士是會有體能的優勢 怎料整件事是完全相反 曼聯竟然是表現得比車路士更加重金屬 我不相信曼聯的基本體能 是會好過車路士太多 所以曼聯今天之所以能夠這麼重金屬 一定是要靠他們的無比意志力 和鬥志和決心 這次就真是完美演繹了什麼 叫做魔性十足 這次真是很厲害 這次之前也不可以完美演繹 但這次剛剛打完巴黎 還要輸球 今天突然之間頂上去這麼厲害 真是魔性十足 歐聯激戰之後都可以這樣難以想像 而且還要做到成功的全場壓迫 真是不少事 全場壓迫 連這個陽格都可以 標導上去中線成功壓迫對手 很明顯曼聯就是要回應歐聯落敗的冤屈氣 這方面車路士相差很遠 即是我們還未看見到車路士對於6比0那場之後 作出過什麼回應給我們看 所以今天的來回高速球當中 曼聯的重金屬令到曼聯的進攻次數都比車路士多了 由於我預測的時候所用的體能假設 原來是完全不成立的 結果我猜錯的機會就會變得很大很大 另外我預測的時候就說 曼聯如果正選出馬達就難以晉級 但事實就是曼聯就算出了不夠速度的馬達 都沒有阻礙他們晉級 那這裡當然是我猜錯了 導致我猜錯的原因一共有兩個 第二個原因就比較複雜 我稍後再說 我先說第一個比較簡單的原因 就是我猜不到這個是佐真奴 在對著馬達的這個match up 這個對碰當中 佐真奴會處於下風的波 上一場英超的賽事 這個就是佐真奴單對單搞不定阿古路 都可以理解為阿古路以前的速度型球員 現在爛船都有三分釘 但是馬達年輕的時候 對抗性其實都已經一般的了 何況現在 而這個就是佐真奴 都是搞不定他 所以才會輸第一球球 其實馬達今天 一受到壓力 就很多時候都會失誤的 但是一對著 就是佐真奴 就是接近每次都沒事的 都OK的 搞得定的 去到三十分鐘 這個馬達在中線那裡拿球 其實又是不夠速度的了 已經是脫腳的了 但是這個佐真奴 都是不夠快去搶回那個球 給馬達可以找回隊友交回那個球 給馬達做到今天 他僅如可以做到的普通 鋪腳鋪橋踏路上去 再給其他隊友去組織入球 那原來 就是這個佐真奴的防守力 在我心目中 就是比我心目中更加低的 那個能力還比我更加 那個能力還比我心目中更加低的 那我真的不知道 是要挖到哪一個低點才算是 那個呢 就是正確的預測為止 那以後呢 我真的要再小心一點點 就是去判斷這個 佐真奴打防中 在強強對決當中的能力了 那但是呢 有兩點呢 我必須要強調的 就是我預測所講的 就是馬達不適合打來回高速球 和會拖慢快攻 這兩點呢 其實是並沒有錯的 無論是打右邊 還是打進攻中場 馬達的這個壓迫力都不夠強 那而且今天呢 就是曼聯是4-3-1-2的 那馬達是進攻中場 即是後過兩個前鋒的位置 其實很多時候都參與不到 最前的高位壓迫的 那前面呢 就只有兩個前鋒 這個福仔努卡古呢 就是嘗試做這個 最前的高位壓迫 那所以其實今天呢 曼聯的高位壓迫 就不夠寬度的 最前只有兩個人 就不夠寬度的 那車路士呢 如果後防線四個人拉了兩邊 四個人這麼有寬度去猜的話呢 理論上是可以猜得到的 那但是為什麼曼聯都能夠壓制到 車路士後場猜球的成功率呢 那這裡呢 就真是再一次要稱讚曼聯球員 尤其是就是曼聯的中場 和這個左右兩閘球 因為他們呢 都是有努力這樣去參與全場壓迫的球 好 那這樣呢 就保得回前面 不夠寬度的兩個人的高位壓迫了 那而且呢 重金屬的程度 遠遠大過車路士啦 那車路士今天呢 又是那些 唉 糟糕了 又是那些 無寧兩可的高位壓迫了 進攻點和中場球員呢 然後呢 站就站上去前場啦 過了半場啦 但是根本呢 就沒有衝下去 沒有逼下去呢 就是對方的球員那裡 好像呢 就是上一場對曼城那樣 有些兄弟留言就說 喂 根本都看不到有高位壓迫 就是 是有站上去 但是沒有逼下去 沒有飆下去 那些曼聯球員 後場球員那裡 完全沒有呢 就是給壓力呢 就是曼聯的防守球員 那相反呢 就是曼聯的所有球員今天呢 都是極度賣力會飆下去 車路士的任何一個 準備拿球的球員那裡的 所以呢 就掩蓋了 就是馬達的 不夠壓迫力的弱點呢 那尤其是是要稱讚 大家都想我稱讚 大家都會稱讚的一個球員 MVP啦 哈 蝦尼賴 今天呢 全場呢 是沒有一個人呢 能夠是勁得過他的了 是沒有人救他那麼厲害 就是完全可以怎樣形容呢 滿場飛 滿場飛 前面 入禁區 入球 見到他啦 後面 入回自己禁區 成功攔截 綁著那些球 解位 又見到他 完美演繹了什麼呢 box to box 成功呢 就做了馬迪 和馬達的保母 那雖然呢 我都必須要呢 就是稱讚回馬達 真是已經呢 就是用了忍耐力去令到 他自己今天的動作呢 都比以往快了一些 靈活了一些 但是馬達呢 都始終是外於呢 對抗性 支配力 和這個速度 今天呢 只能夠有能力做到最基本的駁腳工作 無論呢 是否呢 就是背龍門啊 駁腳呢 都是打快工的最基本工作來的 還有其他事情的打快工 面對密集的時候呢 面對密集的時候呢 駁腳可以說是唯一的工作 都沒有所謂 就是最關鍵的禁區頂停波 和呢 就是送這個致命直線 其實都是一種普通的駁腳來的 是選擇和位置的決定 令到你很關鍵 但是其實講到底 都不需要太有個人能力 是需要你有整體意識和決定能力 是普通的駁腳來的 所以馬達面對密集 在正中間禁區頂做主角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而且是世界有級數的 但是打快工反擊的話呢 就要再做多些高難度的動作的了 那是牽涉了個人能力 包括速度支配力和呢 就是對抗性 而這個馬達呢 就是不夠個人能力去做正宗的 超級連結人反擊AMC 不夠速度和支配力推過波去禁區頂的中間 所以曼聯今日的反擊啊 快工其實是接觸不到禁區頂的 接觸不到禁區頂的 那只是可以在中圈附近 馬達呢 在中圈附近盡快分邊 盡快就連結博腳分邊 那其實那些快工呢 是要由邊路那裏做的 邊路兩邊那裏做的 那就經意呢 是會拖慢了一個反擊的了 那而且呢 最後是用到明邁明邁 那今天大家都見到呢 就是曼聯這一波是靠明邁明邁的 那所以呢 我會用呢 就是次等快工 次一等的快工 就是這一種形容詞呢 去形容今天曼聯的快工 那曼聯今天呢 是做不回對阿仙奴那場 那一場 那一場所做到的快工的速度 反擊的力度 是做不到的 那就好像第一球那樣 首個入球呢 那如果呢 給了一些正宗的超級連結人 例如是普巴 在這個呢 就是AMC的位置那裏工作的話呢 那這一下呢 其實普巴就可以有支配力 和速度呢 推個球向禁區頂中間那裏 再匯聚些防守球員 入禁區頂中間 引空禁區旅頭的兩邊前方 那隨便交一邊的話呢 兩邊的前方呢 就隨便一個可以直接射門 就不需要最後靠明邁明邁的 直接向前射門就OK了 那命中率啊 入球機會就很大了 那但是因為今天呢 進攻中場是馬達打嘛 那他盡力都好 其實都是只能夠在中圈附近呢 就搏一搏腳 那他就不夠速度 和支配力 在這次這個位置那裏 那所以他只可以盡快 就在中圈附近呢 就分兩邊 那最終呢 就在兩邊那裏 那裏明邁明邁就是福仔斬中呢 就是這個匈里拉頂入的嘛 是明邁明邁高波連結 是一種呢 命中率低的次等快攻方法來的 那所以今天呢 那馬達雖然呢 馬達雖然呢 是有鋪橋搭路的功勞 那但是呢 他就沒有辦法參與到呢 就是最關鍵的後續快攻過程 那第一個入球呢 最後的過程呢 就是用明邁明邁 那用明邁明邁 來打快攻的缺點呢 就是會拖慢了快攻啦 浪費了時間啦 會給一些時間 對方的防守中場回來回防的 那但是呢 這個關鍵啦 但是呢 這一球球呢 我們是見不到 車路士的防守中場 回到來追回匈里拉的 見不到的喔 那當時呢 簡迪呢 就很遠的水路 就回不到來的了 根本啦 那曼聯即使呢 就是怎樣浪費時間都好呢 車路士的中場球員 都是不夠時間回到來的喔 那麼匈里拉呢 只要後上插入禁區呢 就可以輕輕鬆鬆頂多 就根本沒有人給壓力他 降低了呢 就是明邁明邁的難度喔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曼聯只是用了次等的快攻 都已經打死了車路士的啦 那這裏呢 就是導致我預測出錯的第二個原因啦 就是我本來以為呢 就是這個曼聯的次等反擊快攻 都威脅不了車路士 但是原本來呢 已經已威脅到 那為什麼要威脅到呢 為什麼會威脅到呢 就是我以下所說的原因啦 那本來呢 我還以為呢 就是沙里 經歷了曼城那場的教訓之後呢 就不會再做那一種 就無靈兩可的壓迫的啦 誰知道呢 原來他今天呢 又繼續這樣做 那這一個呢 就是今場賽事勝負關鍵啦 那其實大家雙方 無論車路士還是曼聯 都是做相同的全場壓迫的 是一樣的就是這個概念 都是相同的全場壓迫 但是曼聯那些呢 就飆了下去對手的是中後場球員那裡的 而車路士那些呢 就是無靈兩可的 就是站了上去 但是就沒有飆下去 沒有給壓力呢 就是曼聯的是中後場球員 就是曼聯的中後場呢 或者呢 中前場啦 過到半場啦 那見得回呢 就是車路士那些中場中球員 上不了來咯 曼聯工都上去嘛 曼聯工都上去嘛 曼聯工都上去 那車路士那些球員 就見得回 有機會上不了來咯 其實曼聯的中場球員 如果飆了上去做全場壓迫呢 都有機會呢 就是 上不了來咯 都有機會呢 就是上不了來咯 但是 正正因為曼聯的球員 在中前場已經飆了下去了 首先呢 就在前場破壞了車路士的後場猜球了 減少了車路士呢 就猜過半場的機會了 所以就減少了會見得到 曼聯的中場球員 發不來的情況咯 這裏就是差得很遠的位置咯 那而且啦 曼聯入第二球球呢 就是因為這樣飆了下去 壓迫而產生出來的 成功搶回那個球 打回反擊快攻的 立即打回反擊快攻的 不過呢 其實去到最後都只是明白明白了 所以呢 都是要靠車路士的防守球員 沒有追後上插入的普巴的 那這裏呢 都可以稱讚回 就是蘇斯一查 應該就是有閱讀過車路士的弱點 所以就叮囑那些中場中球員 記得呢 有機會就後上插入去 就可以輕鬆接應兩邊的全中球了 不過說到底 如果沙里 不是繼續做這一種 無靈兩可的全場壓迫的話呢 其實蘇斯一查的這種針對性部署 要成功呢 都真的很難的 那所以呢 對啦 沙里呢 又再一次在強強對決當中呢 的賽前部署出了事了 那而且呢 去到賽事當中的臨場應變呢 都是相當差的 那首先呢 上半場一開球的時候 我相信 打了一陣子的 大家 任何人呢 都是會看一見呢 就是萬聯的精神面貌 是好過車路士很多倍的 就是如果車路士繼續要和萬聯鬥快 繼續要鬥壓迫 繼續就打來回高速球呢 就很不著數了 那很多教練呢 都會見到 和都會認識到呢 就叫那些球員 突然之間呢 要收縮回去了 不要再逼了 不要再鬥下去了 要立即呢 就是縮回頭 打回個穩守反擊就算了 就不要再逼 不要再後場拆球 不要再比呢 就著數對手了 那如果車路士呢 打了五分鐘之後 就懂得馬上收縮回頭的話 那些中場中球員 就一直都會留在禁區頂 留在後半場禁區頂 就不會出現無法回防的問題了 那這樣呢 就很大機會可以追得回 就是普巴和匡里拉 這些後上插入的球員 那萬聯鬥有大機會 入不了球的了 那相反如果萬聯控球罪 過了半場 那車路士 就不可以打回他們的反擊了 那所以車路士出局呢 就絕對是跟沙里呢 臨場不夠聰明有關係的了 那而且今天呢 落後了之後呢 半場沙里沒有調動了 那跟著呢 就是之後的任何一個調動呢 都沒有增加過進攻點的 沒有改過的 沒有試過打四個進攻點 沒有試過四二三一 最後呢 就是位置 換位置的而已 每個位置換每個位置 奧道爾呢 一直都沒有打的 沒有加過進攻點的 那去到最後感覺上呢 車路士好像是想放棄 就是想不要捉腫背 那如果你說車路士呢 班底呢 是不夠好 那所以呢 就沒有辦法 給沙里調兵顯像呢 那我都還可以說 接受這一種說法 那但是我就完全不可以接受 再見到無靈兩可的 這個呢 就是全場壓迫 其實季初呢 都已經見過這一隻東西的了 無靈兩可的壓迫 那這一隻東西呢 用來對弱隊是可以的 用來對弱隊是可以的 因為巴賽以前呢 就是 09至11年的時候呢 其實都是會這樣做的 就是 連這個中後場球員都壓了過半場的 就是對著弱隊是可以的 因為你想壓著半場來打 但是對著強隊就不可以這樣做的 對著強隊這樣做呢 就妙想天開了 因為 強隊後場猜球的成功率能力 是高過弱隊的嘛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對著強隊 強隊猜過你 那你就掛了 那基本上呢 現在這樣看呢 每次在英超呢 用這種方法去對強隊呢 都是沒有試過有好結果的 沒有試過有好結果的 那打完這個是社區盾之後呢 我都呢 就已經叫了 就是沙里以後都不要再做的了 以後都不要再做 但是打到季中呢 沙里呢 都是沒有反省過的 今天還是在做著的 那這個就很奇怪的了 那接下來呢 車路士在英超呢 就還要對萬聯 利物浦 和熱賜的 那當中呢 就涉及了兩隊呢 就是排行 英超前三的強隊 而主要呢 爭前四的競爭對手呢 曼聯和阿仙奴呢 就只需要對一隊呢 就是排行前三的英超強隊的而已 那所以這個 若果呢 這個是沙里呢 對著強隊都不再反省呢 就不再呢 沒有再呢 就是 停止去這個 這個無靈兩口的壓迫 我再說一次呢 就是若果沙里呢 就是只有打英超 繼續對強隊的時候 都繼續是沒有反省呢 沒有去停止去做這個呢 就無靈兩口的壓迫的話呢 就很大機會失前四的 很大機會失前四的 很大機會失前四的 那加上呢 我季初堅持他們有前四呢 是因為我以為今季呢 他們是會打4-3-3 拉完兩邊的中期進攻 就是能夠呢 就是解決弱隊 但是呢 就不知為什麼呢 就是這個夏薩特 大半季呢 都沒有拉左邊啊 結果呢 就是4-3-1-2 天然老鼠拉龜 搞到呢 就輸給班尼茅夫 那這個呢 也都是會令到 他們今季呢 就是失前四的 主要原因來的 主要原因來的 也都很大機會呢 就令到我呢 季初的前四的 預測出錯了 不過呢 我依然呢 就是堅持認為呢 就是需要給一些 多一點點時間呢 就是沙里 起碼呢 就給他多一季的 始終呢 他那隻東西呢 就不是即食的戰術來的 那是需要呢 就是時間給他 和球員磨合 和給球員去練習的 那而且呢 就哥迪奧拿 當初呢 登陸英超的時候呢 都是需要重新去摸索 怎樣防守的 那沙里這一種控球賽 是主要進攻的教練來講 其實都需要呢 就重新去英超 學習怎樣呢 是進行防守的 好了 最後呢 就講回萬聯 有人呢 就問我今天蘇斯一查呢 合不合格呢 那他呢 就是能夠 針對到車路士的最大弱點 那當然是合格的啦 那不過呢 我始終都認為呢 萬聯的球員 才是今天的最大功臣 佔最大的功勞 那他們呢 有飆了下去做全場壓迫 那才成功呢 就是減少到車路士 空球在腳的次數 這個關鍵 因為呢 今天的夏薩特呢 面對密集 是懂得拉左邊的 那如果能夠呢 就是全場壓迫著 令到呢 就是車路士減少控球在腳的機會呢 那夏薩特拉左邊 就做 就是少了拉左邊的機會啦 少了就是做半主角的機會啦 那如果呢 就是萬聯球員 今天呢 是出少一分力啊 沒有做到呢 就是那麼高水平 那麼夠重金屬的壓迫的話呢 那就很難會出現 第二個日波的啦 很難會出現第二個日波的啦 那而且呢 萬聯呢 就一定要縮回頭啦 你迫不出去嘛 迫不出去 就縮回頭 要收縮防守區域啦 那車路士呢 就可以長期控球在腳的路 那他說呢 就夏薩特有機會了 那而且呢 也會減少了 就是萬聯後場 猜球猜上去 再進攻的次數的 那就會減少到萬聯的首個入球的出現機會的 那而萬聯呢 只可以選擇呢 就是打穩守反擊啦 那反擊的水路就會遠的啦 那這樣呢 就會放大了呢 就是馬達不夠速度做超級連結人的問題 那馬達就只可以在自己的中後場 即是不在中圈的啦 在中後場的啦 在中後場的啦 就是做搏腳的啦 那之後呢 他就太遠水路呢 就不夠速度呢 就跟進上去打個反擊快攻 結果呢 就算連結上去都好呢 那反擊都只剩下兩個前方 那這樣就不夠反擊力的啦 那就放大了呢 就是狗手必失的機會呢 那就輪回到夏薩特拉左邊 做半主角有機會的啦 那所以說到底呢 就是最關鍵的位置 始終都是萬聯球員 竟然可以利用摩勝啊 利用摩勝十足 這個呢 就是十足的摩勝呢 就能克服到 這個呢 就是頻密的賽程 那以前呢 廢格遜的萬聯呢 都是會這樣做得到的 那能夠呢 是做到很多呢 我們都猜不到 意想不到的事情的 那恭喜呢 就是今時今日的萬聯呢 就開始有一個影子了 那而最後呢 我又想起一場賽事了 那今場呢 就是車路士對萬聯的竹種杯賽事 令我想起一場呢 就是2018年世界盃 英格蘭對克羅地亞的四強賽事 英格蘭呢 就是沒有做 好像萬聯那樣的全場壓迫 搞到呢 就是九手必實 輸了比克羅地亞 那兩場賽事來對比呢 就會令到大家 就完全明白呢 就是 原不樂呢 這個夠重金屬的全場壓迫呢 是可以令到你又贏呢 又贏不到呢 是變回可以贏到的 那大家呢 都可以參場 好啊 來到這裏呢 大家也都可以做些事呢 是令到小弟由沒有變有的 的啊 令到小弟呢 由沒有收入變到有收 那大家只需要呢 就是click廣告 按廣告 彈一些廣告 切張出來 和播完廣告片 這樣做的話呢 就可以令到小弟 有一點點的收入 有個尊嚴 可以生活下去 和繼續堅持 每天免費 就為大家出到片的 希望大家呢 假期回來 就不要鬆懈 繼續呢 就幫回手 千萬不要鬆懈 幫回手 那就ok了啦 那就記得要訂閱了 就是按鐘仔 方便接收回新片通知的 手機朋友們留意呢 就是片的下面呢 有固定的廣告字眼地方 廣告兩顆字呢 會黃色highlight了的 那記得呢 要是按下去啦 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的 那這個電腦那裡 記得要關掉檔廣告情色啦 那這樣才會見到 就是片的裡面有Banner廣告 片的裡面也有就是廣告 那這些廣告位呢 按下去 對著它按下去 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 那就很幫到手的了 那而無論是手機還是電腦都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在片的最前 或者最後 甚至任何地方 就是插入廣告片出來的 那大家見到呢 就只要播完廣告片 它就OK啦 播完完它就OK啦 那也都可以呢 就在廣告片的裡面 播的時候呢 就找廣告link click一下它 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的 例如電腦的話呢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 這個是 左下角 手機的話呢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 右上角的 好了 那就 明天歐聯的蔡厚平再見 拜拜